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卷而入 吸饱了雨的露水 滴落在青黑色的岩石上 水花似箭 I7 圆巾下是被冻醒的 半干半湿的衣裳粘在皮肤上 冰凉彻骨 寒风鞋夹着雨露 扑在脸上 脖子上 激起一身的鸡皮疙瘩 在仰头打了个喷嚏之后 她轻松地睁开眼睛 什么时辰了 微弱的光 透过指尖的缝隙 缓缓照进眼眸 眼前不再是阴森恐怖满目翠竹 目之所及之处 皆是陌生的石壁青岩 她这才如梦初醒的睁大眼睛 这是哪儿 目光渐渐又移 她突然正住 身下 是男人坚实有力的胸膛 她的怀中竟还抱着她的一只手臂 温热的呼吸从头顶处 轻轻喷洒在她的发间 惊吓猛然抬头 瞧见了路易清卷分明的睡颜 一定是在做梦 惊吓愣了愣神 打算闭上眼睛再来一次 可惜睁开眼后 依旧是同样的情形 原本一片混沌的大脑 彻底清醒 昨夜 发生了什么 她赶忙使劲拍拍脑袋 努力让自己想起些什么 可昨夜她睡得实在是太沉 除了时常想在耳边的雨声 只记得模模糊糊中 听到一声怒吼 原惊吓 她猛地一惊 该不会是睡梦中 对路易做了什么吧 若是不然 惊吓实在想不到一个合理的缘由 能解释此时此景 她扶额头身吟了一声 着实懊悔得不行 本想趁着路易未醒 企图溜之大吉 可她刚刚一动 揽在腰间的手却锁紧了几分 惊吓吓得不行 瞬间不敢动她 不知过了多久 身上人未有动静 惊吓才敢抬头 小心翼翼去细细看她 她在路易的胸膛上 姿势免不了暧昧了些 咫尺之间 甚至近到能看得清她乌鸦鸦的眼睫毛 她紧闭着双眼 似沉在梦中 俯一低头 呼出来的热气 扑在脸旁 熏得惊吓耳朵发烫 她有些心虚地往后缩了缩 不过 说实话 路易性子虽是不讨喜 可确实是生了负极好的样貌 不对不对 她到底在想什么 惊吓摇摇头 猛然回过神 她深吸口气 借着草屋透过来的光 这才察觉路易的脸色异常苍白 她皱了皱眉 忍不住用手去探路易的额头 热热的 果然尚在发烧中 不欺然间 身下人缓缓睁开了眼睛 看够了吗 大概因为发着烧的缘故 她的声音有些嘶哑 像干涸已久的枯井 惊吓连忙缩手起身 拉开彼此之间的距离 大人 您发烧了 伤口上还有些隐隐作痛 昨夜又淋了许久的雨 想来发烧也并不奇怪 路易漫条斯里的起身 不打 反而将她眉好气的一瞥 语气不善道 看来以后晚上与你独处 应是要将你给绑起来 啊 拳打脚踢 都将我划伤了 她皱皱眉 侧头 将脖梗处的伤口露了出来 她定睛一看 路易的耳垂下 确实有几道细细的血痕 前几日她发烧晕倒在桌 醒来时 揪着路易衣服倒在床榻上的情形还历历在目 线下面对路易的指责 惊吓不敢吱声 她垂下头 才想认错 却看见了她手臂上的伤 她的衣袖上 血迹斑斑点点 如今又隐隐渗出丝丝烟红 惊吓抬头看她略带疲惫的脸色 吃了一惊 这也是我弄的 那倒不是 路易轻描淡写的 慢悠悠地将昨日发生之事 简单与惊吓说了说 当听到黑衣人用刀划开自己的下颌时 惊吓后之后觉得将手伸到颈部 在那原本细腻光滑的皮肤上 果然多了一道不大声的痕迹 还隐约有些疼 所以 昨夜那人将你引开 其实是想娶我的面皮 惊吓恍然大悟 没准从李勤开始 就已经是一个圈套 也许那些同村的女孩也与她一样 被骗到这片竹林之中 然后惨遭毒手 那大人 他们要这些面皮 到底是何用 昨日 我追击那面具人时 曾闻到过一股奇特的香气 陆毅顿了顿 似是在回忆些什么 如今倒是想起来 那应是将人的面皮包下之后 浸泡药水 加工成可易容的人皮面具时 残留下的气味 易容树 惊吓不解 若只是为了改头换面 几人便可 可村里失踪的女子 多达数十人 他们要这么多面皮做什么 陆毅摇头 同样不解 也许制作人皮面具 只是顺手罢了 你别忘了那些姑娘的尸体被发现时 全身都没几块好皮 回想起李琴 那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饶氏见惯了剪尸这种大场面的圆补块 也不免脸色白了几分 他本能地想起自己脖梗处的伤痕 有些后怕的难难道 得亏是小爷我运气好 我就知道 小爷自有金甲神人护佑 逢兄话急 遇难 还未说完 陆毅没好气地将他打断 你觉得是你运气好 若不是我三番两次救你 圆补块怕是怎么死的 都不知晓 惊吓默默地看了一眼他的手臂 想着这伤也是因为他 于是立马恭恭敬敬地抱拳诚恳道 大人救命之恩 卑职自然是莫齿难忘 来世劫草闲环 直边坠瞪 陆毅斜眼地他 淡淡道 你欠我的多了去了 还让我等什么来世 缘不快还是好好想想 这辈子 要怎么报答你的救命恩人 都说滴水之恩永泉相报 缘不快 可千万 要想着还呀 他弯起唇角 慢慢朝他走了过来 看着修长的身影逐渐栖身而尽 惊吓方寸大乱 顿时手足无措起来 他凑过来 那双栖身的眸子定定地看着他 似乎还包含了其他的 眸中特殊的 一样的情绪 惊吓看着他嘴唇动了动 想说什么 却始终什么也没说 一时之间 空气中 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慢慢发酵 静默了片刻 今夏 脸色微红地岔开目光 率先打破沉默 大人所言极是 卑职定会拾怀于怀 好好报答您 现在 不如先让卑职帮您包扎伤口 伤口还在缓缓渗血 将整条袖子都染成暗沉的颜色 陆一汗手 不再多说什么 今夏不知从何处顺手扯下一大块衣角 他小心翼翼将袖子轻轻撕开 露出臂膀上湿漉漉的烟红一片 伤口从掌心一直延伸到上臂 看上去有些触目惊心 今夏倒吸一口凉气 心下一紧 连手中的动作都放缓了几分 大人 你忍着点 很快快好了 陆一看着他低垂的眼帘 心情突然变得很好 简单帮陆一处理了伤口后 今夏抬头看了看天 提议道 大人 你有伤在身 要不我们先回去 这竹林 我们之后再探 不急 陆一正在打量这四周 沉生道 如今我的出现 已是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既然已经是打草惊蛇 那下次再探 难度必定要大上许多 说完 他缓缓起身 目光如惧地看向山洞深处 其实昨天我就注意到这个山洞了 这里虽是杂草丛生 可仔细看 却还是有不少人留下来的痕迹 听他这么一说 今夏皱了皱眉头 他自怀中掏出水晶圆片 绕着周围慢慢而行 他观察到地上异常光滑平扁的石头 被清理过的杂草 还有些异常细小的痕迹 最后 今夏走到山洞深处 停了下来 他向前探了探 随即拨开一片半人高的草丛 露出一片光亮 大人 这边还有路 路易走到他身旁 冷冷看向远处 透过一片浓雾 在尽头隐隐能看见个模糊的轮廓 他正要前行 却被惊吓拽住了袖子 他担忧地看着路易的手臂 贫眉道 大人 要不你先在这待着 我去一探究竟 话才说吧 他抬脚就往里走 路易将他拉回来 按下他的手 我和你一起去 今夏瞧着他 还是觉着不妥 他知晓路易功夫很高 但此番他受了伤 怕是会有危险 思量片刻 今夏劝他 哥哥 您还伤着呢 您身份尊贵 若是出了什么差池 那我的小命也难保 你就在这 我去去就来 路易将他面上的担忧 看在眼底 微微一笑 只不过是手臂伤 不碍事 此次机会难得 先去看看 何况我们一夜未归 曾扶随后会带人赶来的 可 没有可是 这是命令 一起去 今夏说不过他 只能在前头开路 他打起12分的精神 谨慎地弯着身子前行 想着若是有危险 他还能在前头 替路一挡一挡 他还能在外面 他还能在外面 叫他